足坛有一些比较奇怪的现象,有些球员明明已经击了很久了,但是一查他们的年龄,竟然都不到30岁,有的甚至还是幼儿三球员,我想这种错觉很多人都会有。 下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当今足坛五大错灵球员,根据年龄大小做个简单的排名,欢迎求你们在评论区补充,帕托的28岁帕托的职业生涯可谓是丰富多彩,17岁在巴西国际出道,然后加盟AC米兰,年轻的帕托出道极巅峰,在欧洲战场所向拼命,并在2009年赢得了欧洲金童奖。 不过帕托因为伤病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,年纪轻轻的他开始了一段辗转不定的职业生涯,从柯林蒂安到圣保罗,然后又到切尔西和比利亚来亚尔,帕托成为了祖坛流星球员的典伴,在消失多年后,帕托的职业生涯迎来了转折。 2017年的1月30日,中超球队千金全剑将他牵下,加盟中超后,帕托迅速融入了中国的生活,不管是在体坛还是在娱乐圈,甚至在平时的生活中,我们都能看到帕托的身影。 此外,他在足球场上的表现也是越来越出色,那个新日的欧洲金童,在神秘的东方国度,迸发了自己的第二春,由于成名比较早,很多人都觉得帕托应该30以上了。 但是一查他的年龄后发现,他才28岁,正值足球运动员的巅峰年龄,阿洛特利的28岁巴托的职业生涯,跪迹和帕托非常相似,出道极巅峰,然后渐渐陨落。 2010年,阿神宁得了欧洲金童奖,2012年以前,阿神的职业生涯可以说是一帆风涮,俱乐部的高光和欧洲杯的闪耀,一位祖坛的未来之星。 仿佛在缓缓升起,但是在加盟利物谱后,巴托渐渐跌出低谷,一度沦为无求可见的局面,在消失了一段时间后,巴托在2016年的夏天加盟了化脚球堆尼斯,这位新日的欧洲金童才慢慢找回状态。 但是当人们发现巴托不在思考人生时,原来他也只有28岁,这种错觉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 沙奇里,26岁,瑞士梅西沙奇里。 在2012年的夏天加盟拜托,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,然后短暂向立过国境里来,然后在斯托克城成为了球队主力。 并在今年夏天加盟了利沃普,虽然不是超级球星,但是球迷们对他的印象总是非常深刻。 2012年蝉联了瑞士足球先生,2013年扮演武冠王石的成员,2014年把西世界杯上演帽子戏法,2016年法国欧洲杯上演精彩的爵士道沟破门,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,再次为瑞士取得进球。 总之,当人们说起瑞士足球时,总是能想起这位有着瑞士梅西之称的沙奇里。 不过,当看到他的年龄后,就会惊奇的发现,他才26岁。 菲尔琼斯,26岁菲尔琼斯,老爵耶夫格三留给曼联的重要遗产。 他在2011年7月份,从布莱克本转会至曼联,琼斯在场上非常拼命,他从来不会为日二奔之一球,顽强的战斗意志,让他胜受曼联球迷喜爱。 再加上在比赛时丰富的表情包,琼斯也经常成为球迷们讨论的话题人物。 除了2015到2016赛季,因伤错过了太多的比赛。 在一般情况下,他总能成为了曼联后访线上的重要一员。 当人们认为琼斯应该也不小的时候,没想到他也才26岁。 卢克肖23岁在2018-19赛季的英超进幕战中,卢克肖收获了职业生涯的首例进球。 并帮助曼联在主场2比1战胜了莱斯特城,取得了英超新赛季的开门红。 这位英格兰天才编位在南安普顿出道,并迅速成名,英格兰球迷将他成为未来的国家队主力编位人选。 但是在加盲曼联后的第二个赛季,陆克肖便遭遇了顿腿之痛。 当人们认为这位天才编位会议绝不证实,他却一直默默努力改变自己,不断尝试着让自己重返巅峰。 终于这一天来临了,他在财后也获得了主帅莫里尼奥的高度认可。 看来曼联的左边为后继有人了。 最可怕的是,鲁克肖还是一位U23球员,他的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。 祝福这位曼联的编路铁闸未来一切顺利。